在北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公布之前 全球的目光可以说是都聚集在了英国的皇家的婚礼上 佩芝 这个婚礼你有没有看 那当然了 由于这个婚礼的这个时间呢 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四点 所以我一大早就早就调好了闹钟 要起来看实况转播 这个整个婚礼的整个过程是好几个小时啊 我想我知道你最关注的要点是什么 是的 我跟大部分一样呢 我最注意的就是凯特的婚纱 那么在那之前呢 谁是凯特婚纱的设计师 大家都是一直这样子在猜 结果到最后不出所料 是英国设计师Alexander McQueen的首席设计师Sarah Burton 那么你自己是怎么样评价这个婚纱呢 我想你可能非常喜欢 对 我觉得这个婚纱呢 非常符合凯特的这个style 非常优雅又时尚 那么美国的这个服装公司啊 据说已经开始在制作这个婚纱的山寨版 然后大概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得到 我想今年的新娘 大概这会变成是今年新娘的这个强首货 好的 既然佩芝你也非常喜欢这个婚纱 我们再来欣赏一次凯特的婚纱 那么记者李奕华还要重温4月29号当天 在场世纪皇家婚礼的精彩片段 麻血变凤凰的故事不再是电影情节 民众期待了几个月的英国王室婚礼 在4月29号这一天已经完成 梦幻而隆重的结婚仪式转眼变成回忆 和威廉的母亲戴妃一样 凯特的结婚誓词中没有服从丈夫 威廉也选择不带婚戒 凯特正式成为剑桥公爵夫人 婚礼之前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为威廉王子 加封为剑桥公爵 作为新婚大礼 公爵这个头衔在英国王室中 是仅次于君王的最高级别 威廉和凯特完婚后 就成为剑桥公爵夫妇 伦敦西敏寺前和海德公园 一共聚集了大约一百万民众 共襄胜举这场世纪婚礼 许多民众漏夜排队在西敏寺前 就是想亲眼目睹新人的风采 同样受到瞩目的 还有一直以来都很低调的凯特家人 在婚礼上 大家惊艳于凯特现年27岁的妹妹琵琶 和凯特母亲一起入场的这位绅士 则是凯特23岁的弟弟詹姆斯 有趣的是 大部分的宾客都搭乘安排的大巴士 前往西敏寺 这种做法经济实惠又环保 算是皇室首开先例 不过 主要的大咖们还是搭乘私人轿车 英国总理卡麦隆和妻子抵达时 也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英国黄金球员贝克汉和妻子 也出席道场 英国巨星爱尔顿强协同伴侣一起参加婚礼 当然了 婚礼后大家也不会错过凯特和威廉 在白金汉宫小阳台上的第一个公开之吻 现场有超过50万人一起欢庆这幸福的时刻 不离民众的要求 凯特和威廉决定再亲一次 民众感动并大声欢呼 但三岁的小花童却受不了喧闹 臭脸站在台上 相当强劲 真的很棒 很浪漫 一切太棒 太美好 太浪漫了 我希望我能年轻20岁当凯特 除了仪式之外 大家关心的还有凯特的婚纱 这席白色长袖婚纱 低调偏保守 十分符合凯特给人的印象 这是由亚历山大麦坤创意总监 莎拉伯顿设计 相当具有传承英国已故设计师 亚历山大麦坤的精神 婚纱一出来 英国礼服业者在七个小时之内 就完成了复制版 美国也在十二个小时之内 推出纺制品 价格大约为九百美元 看来啊 这种以蕾丝装饰袖子和胸口的 经典复古款婚纱礼服 经过凯特加持后 将会掀起一股热潮 外界对这位新王妃的期望很高 也同时相信威廉和凯特的婚姻 不会重蹈威廉父母的复彻 这么重要的时刻 有个人没有参加婚礼 但却无所不在 他就是威廉的母亲 戴安娜王妃 其实威廉用了自己的方式 和已经去世的母亲 分享这份喜悦 十四年前 威廉和弟弟哈利 也是在西明寺 送别慈室的戴安娜王妃 如今 他不仅选择在同一个场地 和凯特完成婚礼 还将母亲的订婚戒指 送给凯特 父母结婚三十年后 威廉也举行了 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 与父母不同的是 凯特和威廉年龄相仿 两人在大学时期认识 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了解和交往 凯特的个性也和戴妃截然不同 凯特自信 大方 二十九岁的他比较成熟 戴妃生性天真 浪漫 结婚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除了在幼稚园服务过外 没有其他社会经验 生活很单纯 成为王室成员需要有很好的抗压性 英国民众目前对表现落落大方的凯特 非常有信心 在婚礼之前 威廉已经和媒体要求过 希望大家能多给他们一些私人的空间 极力保护凯特的威廉 不希望母亲当年的悲剧再次发生 80年代的时候媒体报道王室消息是非常疯狂且凶悍的 这是公开的事实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不能再拿着长镜头去窥探他们的私生活 例如说他们威廉和凯特去滑雪 我们只能照些他们滑雪的照片 像是拿着雪橇啊 或者坐在滑雪车上的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越过了界限 跑进他们的滑雪道照相 那就是骚扰了 凯特是英国王室350年来第一位平民王妃 亲和力十足的她效仿了戴安娜王妃的做法 和一般人见面打招呼以及握手时 凯特都不戴手套 和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也主动蹲下来 降低姿态和孩子们一样的高度 这些小细节展露了凯特随和没有架子的一面 成功让她赢得明星 婚礼后 威廉驾着有新婚车牌的车子载着她的新娘离开现场 隔天一早 新剑桥公爵夫妇手牵着手现身 从白金汉宫搭乘直升机 准备度过两人的新婚周末 低调的威廉和凯特 目前也不公布两人之后的蜜月地点 并宣布威廉在婚礼后 直接返回英国空军救难队的工作岗位 美国安华筒记者李亦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